这个郑州的富士康 这新闻不断啊 万人大逃亡之后 听说当地政府 把这个指标都下到了每个村子里面 让河南省相关地势下面的相关的 这个县城下面的相关的这个乡啊村啊 好像说一个村必须得最少得出一个人 必须得出一个这个工人 然后到这个富士康去上班 这是上周的新闻吧 但是好像呢 效果不佳 好像大家谈富士康而色变 好像没完成这个指标 没完成任务 然后呢就又有一条新闻来了 今天呢 我看看 这样一条新闻 叫富士康的孩子们回家了 河南省的基层干部来了 什么意思呢 这是财联社的记者 从这个说是一线得到的消息 河南部分地区要求发挥带头作用 基层干部要带头去富士康务工去 基层干部啊 要到富士康去做工去 务工去 务工期一个月到半年不等 说呢 这个这两天已经有一些个干部开始 到富士康去了 去务工了 去支援富士康去了 那么 这可真是新闻啊 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一级政府 竟然呢 让这个吃着黄粮啊 这个让这个人民的税金养着的中国的公务员们 不为人不为人民服务去啊 而是去给资本家打工去 并且是像政治任务一样啊 去帮资本家解决和缓解目前的用工难的问题 啊 就是这个找不着工人的问题 竟然派了基层干部 哈哈哈哈 去富士康 你想这样的新闻啊 这真是新闻啊 这真是新闻 这真是 这真是呢 一个全世界从马克思一来 你就找不到第二个共产党 能干出这么这么他妈的 这么漂亮的事啊 啊 啊 这些基层干部 估计都得是共产党员 是不是啊 然后呢 到富士康给郭台铭去打工去 支援富士康 于是呢 就像我这样的 气嘴巴舌就都来了 那就都来了 有一位陈曾铭先生啊 他把这个很有耐心 这个把这个 这个网上的这这这这 气嘴巴舌的这些个声音 还都给汇汇走 啊 挑一些好玩的跟大家分享 分享啊 这就是民意啊 是不是啊 有人说 基层干部愿意愿意干的 因为可以领两份工资 和乐而不为 双赢啊 是吧 公务员的工资 奖金拿着 还要到富士康 去还拿着富士康一笔钱 有人说 说让公务员去体验一下 劳动人民的辛苦 也是可以的 很正面 这评价 然后有的说 可想而知 这基层干部 平时都有多闲 啊 这岗位 有多臃肿 哈哈 啊 好闲呐 这个公务员的 赶紧赶紧裁人吧 啊 这这这机关的 哈哈 还有人说 啊 还嫌不够 有人说 真是无语 为什么是基层 为什么不从 触及以上开始呢 哈哈 应该从河南省 机关的公务员开始 下基层 义务劳动 啊 去富士康流水县 干派遣工 啊 为期半年 嗯 防疫基层干部一线 维稳基层干部一线 创成 基层干部一线 拆迁 基层干部一线 宣讲 基层干部一线 如今打工 基层干部也上了一线 基层干部的本职工作 到底是什么呢 哈哈哈哈 是 这问题提的好 嗯 说难道这个 说不懂啊 难道基层干部 就没有工作职责吗 基层干部带头去 富士康务工 啊 他的工作谁来做呢 这反应太过度 太过分了吧 啊 中央305身要求 要为基层干部减负 不要乱加其他工作 怎么还这么干呢 啊 这是不务正业 啊 有的网友说 这是不务正业 企业招人是市场行为 为什么逼着基层干部进厂务工呢 基层干部的工作 职责有有这一项吗 啊 基层干部都去了 下方的活就不用干了吗 还是下方这些人平时就没什么活 只领工资 啊 一位网友说 这是整的 第一 他们专业吗 第二 符合劳动法吗 第三 他们拿工资吗 第四 他们服管吗 第五 他们不遵守制度怎么办呢 第六 他们出勤不出力怎么办呢 第七 第八 第九 哈哈哈哈 啊 有的人干脆就说 河南政府这么搞 严重的违法 透支一切行政资源来保障私营企业的非师掌卦活动 这叫做损工非师 连基层公职人员都强迫去上私企 都强迫到私企去上班 嗯 那这些人的公职岗位说明就是可有口无的 老百姓根本没必要养着这些闲散人员 请立即辞退 连基层公职员公职员都亲自上第一线了 完全可以想象这些基层公职人员早已完全透支了手里的各种行政资源 比如低保资格 无保资格 精准扶贫资格等等各类民政保障资格 这已经严重危害到了社会保障体系和党情关系 希望国家严查这件事 有些人认为河南的这事是一次神操作 神操作 太奇葩了 怪招贫出 臭招贫出 这地方怎么的了 河南又来闹剧 基层干部不办公了 纳税人的钱白拿呢 怪事年年有 河南特别多 为什么河南总上新闻呢 我的天 河南的干部很会 很好会 很会上演哽咽 博取同情 演技还很好 从法律 法理 道理 常识上 这种做法都不对 如果一个小厂 餐馆等等 工人跑了 你们怎么办呢 有人刚才问 这番负出康 负出康为什么招不到工人 是啊 为什么负出康后来悬赏 一天给补助一百都没有人回去 照跑不悟 为什么 富士康招工 他们是和中介签订合同 中介是每招一个人提多少钱 然后他们就不断的招工 不断的换人 不断的提钱 所以就造就这些临时工工作的不稳定 这些都是套路 没有人管的 害的都是这些打工的人 年轻人 不是资本家收割的韭菜 我怎么听着这是笑话呢 富士康是什么呢 不就是一个企业吗 去给富士康打工 怎么就觉得这是卑躬屈膝去讨好呢 反正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 一个工厂 你们居然让国家的工作人员进场帮助一家工厂 把基层干部当劳工 这真是太奇葩了 这是给谁挣钱呢 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 不是资本家的奴隶 不要沦为某大企业的家丁 官商勾结之风 绝不可斩 从河南多地 对富士康全力以赴看 富士康老板郭台铭对大陆又是什么态度呢 果然要靠郭总赏饭吃 富士康牛逼言 如果当地政府把关心群众 如关心富士康的话 那我想郑州早就无数个富士康起来了 富士康依然是河南的老爷呀 可怜的河南民企 再怎么交税 也不如一个老爷 当然也有维护的 说 这个如果富士康撤离了 你才会开心吗 富士康如果倒了税收大减 奖金补贴没有招落 有危机 怎么办呢 当然了 有人说这是卖国贼的逻辑 有的人干脆就把这个事实说出来了 说你懂个屁 富士康倒了 河南就倒了 然后迪根了 说滚你妈 富士康倒了 代工就跑去别的国家了吗 富士康要是倒了 你是不是也要不活呢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代工企业 不止富士康一家 比亚迪照样在大量招工 在接订单 富士康倒了 比亚迪完全可以接替 富士康的代工 苹果手机不会因为富士康滚出大陆 也跟着把代工牵出大陆 富士康的孩子们回家了 河南省的基层干部们来了 富士康的生产正常了 河南的经济保住了 但是如果哪一天 河南的基层干部回乡了 那么富士康会怎么样 河南会垮了吗 河南真难呐 这也算是 今天这个 汗牛冲动般的新闻中的 一朵奇葩 好 真好 河南 三千年中华文化 浸染在这块土地上 奇葩花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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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